明天就是清明廉價了 不少飯店都推出了相關優惠 包括像臺北的凱達大飯店 羅利其中只要有一名家長陪同 就能免費招待十二歲以下的兒童 另外在洗來燈也有住宿方案之外 更是有一整套的野餐道具 那麼精華酒店 更是把飯店打造成為可愛的兔子 繽紛場景 只是遇到疫情不穩定 是不是有人要退房呢 不過業者說似乎沒有感受到 因為訂房量都在八成以上 你少收服的啊 小小雙手在媽媽的幫忙下 使出豐厚手勁 剁起披針的玩具蘿蔔 那邊小弟弟神情專注 替金木車搭建隧道 不只有玩也有得吃 酥軟的雞蛋仔 加入純白奶霜和巧克力碎片 還有蛋殼造型的野綿奶酪 更端出超萌的白胖兔子蛋糕 迎戰疫情不滾的清明廉價 飯店打造繽紛場景 吸引民眾目光 還是會出來走走 只要天氣好的話 疫情期間 還是在家裡比較安全 就怕病毒飛章 也有人廉價選擇待在家 不然讓顧客上門 金華酒店從4月1號開始 推出限定住房優惠 兩人成型加碼送 兩位12歲以下 孩童免費住 另外也能在可愛小兔 和彩蛋的包圍下 拍照打卡 但如今北部足跡 在廉價前多點爆發 是否衝擊電房量 目前的話廉價定位 狀況都非常良好 大概有八成五左右 疫情的部分 其實影響不太大 但我們一樣會持續 做好防疫的措施 整體來說 應該可以成長一到兩成 那一家飯店除了 退出優惠之外 還會送你這個 像是眼前的一整套野餐道具 像是野餐籃 野餐店等等 都可以讓你隨時夢幻的野餐 大型野餐籃 還有一大樹造型化 一次到位 喜來燈推出了一博二十 包含雙人輕食野餐籃 裡頭有烤裙機 樂眼牛等 邊吃邊擺拍 但上來疫情 有民眾證實喊咖嗎 大概都會有到 八到九成左右的地方量 那最近疫情稍微 比較不穩定的部分 其實飯店這邊 比較少受到影響 疫情目前還是以 可能激動的地方為主 民眾快衡準下定 地方量影響不大 不止喜來燈和金華 來到台北凱達大飯店 只有一位家長陪同 12歲以下兒童免費招待 等於下殺6.7折 退出優惠同步牽手防疫 而鏡頭轉到嘉義阿里山 連著園區大清潮 因為一名遊客 入住阿里山的某間飯店 卻收到確診通知 因連駕南來北往的人潮 飯店高度警戒 不讓病毒壞了 出遊興致 楊莉正雲才不到